歡迎回到Tub Talk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的Ryno選取功能 第一個功能 Shift加左鍵 選取功能對於3D鍵盤的流暢心上 有相當的影響力 而最常使用的選取方式 就是透過滑鼠的點擊 來選取單一物件 而今天 如果你想要同時選取多項物件的時候 可以透過長按Shift鍵 來進行多個物件的選取 同樣可以透過長按Ctrl鍵 來取消物件的選取 第二個技巧 Left to Right 過去的電腦使用經驗中 利用滑鼠游標選取 通常你不會去注意到 它的選取方向性 不論你是由右往左 或是由左往右 都可以達成選取的功能 但在Ryno中 由右往左選取的方式 它將會選取 框線所觸及到的所有物件 但是 由左往右的選取方式 你則必須將所有物件 放置於框線之內 才能夠進行選取 這個功能 在你想要省避某些 不想選取的物件時 相當好用 第三個技巧 選取物件 如果你是一個 良好建模習慣的朋友 那你一定會乖乖的 把不同類型的元件 進行圖層的分類 在這個情況下 依據圖層性質的分類 來進行選取 就變得相當的方便 看到界面右側的圖層列 找到你想要選取的圖層 點擊右鍵 有一個選項 叫做選取物件 透過選取物件的這個功能 它將可以把圖層內 所有的物件一次選取 第四個技巧 SEL 在 Rhino的選取技巧裡面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指令字根 叫做SEL SEL其實就是Select的縮寫 它的使用方式是 在SEL的後面 輸入物件的屬性 譬如Select Curve 或者是Select Box 它便能將檔案中 屬於這個屬性的物件 一次選取 偶爾多半會在建模的後半段 利用Select Dupe 也就是所謂的Select Duplicate 來整理我在建模過程中 所遺留的重複物件 第五個技巧 Select Last 如同剛剛介紹的SEL指根 Select Last 共鳴思義 它所選取的物件 將是你最後一個 進行修改 或者是最後生成的這個物件 在建模過程中 有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最後生成的物件 進行選取 而有時 卻會礙於模型過於複雜 或是檔案太過龐大 導致當機的狀況 你可以透過Select Last的這個指令 輕鬆地選取到 最後你所生成的那個物件 或者是未來 各位在接觸Grace Hopper之後 你從Grace Hopper 所back出來的物件 也可以快速利用Select Last的這個方式 來進行選取 以上就是今天的TopTop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建築 構築 想知道的題材 就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我們下期見 Peace out